交点1 集中趋势 在这里我们介绍以下7个统计量公式 第一个是算数平均数 在这边我们将所有资料加总后 除以总次数即为算数平均数 第二个 加全平均数 在这边我们将所有的资料 乘上它们的对应全数后加总 接着在除以总权数后即为加全平均数 第三 几何平均数 我们将所有资料乘积后 开n次根号即为几何平均数 并且我们可以推得平均成长率的公式 平均成长率公式可以写成是 1加r1乘上1加r2乘到1加rn后 开n次根号再减1 第四 中位数 在这边同学要注意 求中位数时 我们必须先将所有的资料 由小到大排序后 取位置居中的数 比如说 如果n是奇数的时候 那我们就取2分之n加1的那一项 即为中位数 那如果n是偶数的时候 我们取最中间的那一组数据 也就是2分之n以及2分之n加1 这两项资料的算数平均即为中位数 第五 中数 一组数据中出现次数最多的数值就是中数 但中数可能不为一 第六 百分位数 在这边我们定义 所谓的dk百分位数pk 代表至少有百分之k的数据 小于等于pk 并且至少有百分之100减k的数据 是大于等于pk 那它的求法如下 首先我们先计算 n乘上一百分之k的答案 我们在这边分成两个状况来做讨论 第一个 如果n乘上一百分之k为整数的时候 我们认这个数值为m 则dk百分位数我们取am 以及下一项的算数平均 比如 如果我们有250笔资料 我们要求第六十百分位数 那首先我们先将250乘上一百分之六十 等于一百五为整数 所以我们取第150项 以及下一项的算数平均 当作是第六十百分位数 第二个状况 如果n乘上一百分之k 不为整数的时候 那我们直接将这个数值 无条件尽为后 对应的数字就是dk百分位数 比如说250笔数据 我们要求第五十五百分位数 那首先我们先将250乘上一百分之五十五后 得到答案是一百三十七点五 那因为它不为整数 所以我们直接将它无条件尽为后 取第138项 即为第五十五百分位数 第七 四分位数 四分位数跟百分位数有对应的关系 我们取第一四分位数为第二十五百分位数 第二四分位数为第五十百分位数 同时它也是中位数 第三四分位数为第七十五百分位数 梭力 梭力 一群数值 122333到6666666 每个数字出现的次数 跟它的数值是相同的 题目要问中位数 以及算数平均数分别为多少 首先 这些数值已经有有小到大排序 所以在第一小题求中位数时 我们先计算所有的资料比数 那资料比数为一加二加到六 总共为二十一笔资料 为基数比 所以我们取中位数的话 我们会找第21加一除以二 也就是第十一笔资料为中位数 那经计算可以得到中位数为五 第二小题 算数平均数 我们将所有数值加总后 除以资料比数二十一笔 其中 刮号内的数字为 一加两个二加三个三 所以我们可以将其表示为 一的平方 两个二相加可以表示为二的平方 三个三相加可以表示成三的平方 以此类推 所以刮号内的数字 我们可以带数列极数的公式 也就是连续整数的平方和 我们可以把它表示为 六分之n乘n加一乘2n加一 计算后可以得到 算数平均数为三分之十三 说例B 某公司四年来的业绩成长率 分别为百分之十 百分之十 百分之零 以及百分之二十一 求此公司四年的 平均业绩成长率为多少 在这边 我们直接带平均成长率的公式 也就是四次根号的 一加百分之十 乘上一加百分之十 乘上一加百分之零 乘上一加百分之二十一 再减一 那根号内的数字 经计算后可以表示为 一点一的四次方 所以跟四次根号 消掉之后 再减一可以得到 平均成长率为百分之十 说例C 某校250位学生 每位投篮六次 他们的进球数如下表 我们要求这250笔数据得 第三十五百分位数 以及第六十百分位数 其中在第一题的部分 我们可以先计算 250乘上百分之三十五 那计算后的答案 它会介于87到88之间 所以我们直接将这个数值 进位后 我们取第八十八项 集为第三十五百分位数 那从上表计算后 可以得到第八十八项 进球数为三 第二小题 我们将250乘上百分之六十后 得到答案是150 所以我们会取第150项 以及第151项的算数平均 那经计算后 可以知道 第150项为三 第151项为四 所以他们的算数平均为三点五 即为第六十百分位数 焦点二 分散趋势 在这里我们介绍 以下两个统计量 第一个 全距 全距是将最大数值 减掉最角数值后 得到的差距 称作是全距 第二 标准差 假设有n比数据 分别为x1 x12到xn 而且我们已经计算得到 算数平均数为μ 则标准差共识 有以下两个表示法 在第一个公式中 我们看到 刮号内得 将每笔资料 减掉算数平均的这个数值 我们可以把它称作 叫做是离均差 所以在这公式中 我们可以看到 先将所有的离均差 平方后相加 再除以n 这个动作相当于是 将它们平方后取平均值 那接着再开根号 那在数学或是物理上 我们将所有的数值 平方后取平均 再开根号这个动作 它有个专有名词 真做是方均根 所以标准差的第一个公式 我们可以把它记为是 离均差的方均根 那接着 我们将离均差的平方 那利用平方公式 成开整理之后 可以得到以下的第二条公式 那在第二条公式中 我们看到的 分子的部分是 将每笔资料 都平方后相加 再除以n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可以记为是 平方的平均 然后减掉 后面这边是 算数平均的平方 所以第二个公式 我们可以把 根号内的数字 记为是平方的平均 减掉平均的平方 那变异数 就是标准差的平方 缩例 缩例A 某一社团 五位学生的数学成绩录下 78分 70分 64分 62分 与76分 那我们要求 这五位学生成绩的 标准差为 根号K 要问K等于多少 首先我们知道 五位同学的成绩 所以我们可以先计算得到 这五位同学的 平均成绩为70分 那接着 在计算标准差的部分 我们可以使用到 刚刚所介绍的公式1 也就是使用到 离均差的放均根 在这边我们计算 第一位同学成绩是78分 减掉70分后 离均差为8 第一位同学成绩是70分 减到平均之后 离均差为0 以此类推 所以将这些离均差 平方相加 除以5 再开根号 好 计算后可以得到 标准差为根号40 所以可以得到 K会等于40 缩例B 有10个未分组的资料 分别为X1 X2到X10 已知这十笔资料的总和是150 这十笔资料的平方和是2890 要求算数平均与标准差 首先算数平均 我们只要将总和出于10后 即可得到 算数平均等于15 那接着 在计算标准差的时候 我们会使用到 刚刚介绍的第二个公式 也就是使用到平方的平均 减掉平均的平方 那在这边 我们将平方和的部分 以2890带入 算数平均以 刚刚算出来的15带入 那经济算后 可以得到标准差会等于8 范例1 陈老师任教高三的三类组AB两班中 A班人数为20人 B班人数为30人 下表是某次段考AB两班的成绩统计 在表格中 我们可以知道AB两班的算数平均 中位数以及标准差 那接着 题目要问说 将这两班50位同学的成绩和并计算后 下列选项哪些是正确的 在AB选项中 我们要问的是算数平均 而算数平均是 将资料加总后 除以总次数 所以我们将AB两班的算数平均 分别乘上他们的班级人数 加总后可以得到 这是两班50位同学的成绩总和 那接着再除以总人数50人后 即可得到算数平均为64分 所以可以得到A选项是对的 而B选项是错的 接着在C柱两个选项 要问的是中位数 那按照中位数的定义 我们可以知道 在A班的成绩中 应该会有一半的资料 也就是有10笔的资料 会小于或等于中位数72分 而另外10笔资料 会大于或等于72分 同样的 在B班的资料中 我们可以推得 应该会有15笔资料 是小于或等于他们的中位数62分 另外会有15笔资料 是大于等于62分的 所以我们将AB两组资料 合并后 可以推得 应该会有15笔到25笔之间的资料 是小于等于62分 而有10到25笔的资料 会是大于等于72分的 所以可以推得 合并后的中位数 应该会介于62分到72分之间 所以C选项是正确的 而珠选项也是正确的 最后 E选项要问的是标准差 那因为我们将资料合并之后 那资料应该会比B班成绩 来得更分散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标准差应该会大于8 所以E选项是错误的 交点三 数据的伸缩平移 假设有N个数据 x1 x2到xn 其算数平均数为μx 标准差为σx 我们以以下线形函数的形式 做资料调整 我们令Yi等于A倍的xi加B 其中我们将所有资料乘上A倍 这会造成所有资料 都等比例的放大或缩小 这个动作称作是伸缩 而后面的加B会造成所有资料 增加或减少一样的数值 这个动作称作是平移 那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的结论 第一个 新的平均会是旧的平均 乘上A倍再加B 也就是平均数会受到 伸缩跟平移的影响 第二个 新的标准差会是旧的标准差 乘上绝对值的A倍 也就是说标准差只会受到伸缩的影响 而跟平移无关 那这样子的概念可以类合一道 只要是数据型的统计量 比如说算数平均 重位数 重数 这些数字都会受到伸缩跟平移的影响 所以新的统计量都可以写成是旧的统计量 乘上A倍再加B 而距离型的统计量 比如说全距或是标准差 它们只会受到伸缩的影响 所以可以得到新的统计量是旧的统计量乘上绝对值的A倍 梭力 梭力A 某N个数据X1 X2到Xn的全距为60 算数平均数为40 中位数为45 标准差为3 若我们将资料做以下修改 我们令YI等于-3倍的X再加2 判断下列各叙述的对错 第一 全距 它是距离型的统计量 只会受到伸缩的影响 所以我们将调整前的全距乘上绝对值的-3后 可以得到调整后的全距为180分 所以第一个选项是正确的 第二 算数平均数为数据型的统计量 会受到伸缩跟平移的影响 所以我们将调整前的算数平均乘上-3再加2后 可以得到调整后的算数平均为-118分 所以第二个选项是错误的 第三个选项 中位数的计算方式同算数平均 我们将调整前的中位数乘上-3再加2之后 可以得到调整后的中位数为-133分 所以第三个选项是错的 第四个选项 标准差计算方式同全距 所以我们拿调整前的标准差 乘上绝对值的-3背后 可以得到调整后的标准差为9分 所以第四个选项也是错的 焦点是标准化 设N个数据XI的算数平均数为μ 标准差为σ 如果我们将这N个数字分别以离均差处以标准差的形式来呈现 所得到的数据我们就可以称作是XI的标准化数据 而标准化数据越大 代表它们的相对位置是越前面的 我们利用资料的伸缩评仪可以推得 标准化数据的算数平均数μ会等于0 而标准差σ会等于1 梭例 梭例A 某次考试阿财的国文英文数学成绩分别为85分65分75分 而全班这三科的平均成绩分别为76分45分67分 标准差分别为6分10分8分 则要问相对于全班阿财哪一科表现的较好 题目要问的意思相当于问阿财这三科的成绩表现 相对于全班的相对位置哪一科比较前面 所以我们可以计算这三科的标准化数据 国文成绩 离均差为85分减掉76分 那除以标准差后可以得到标准化数据为2分之3 那一样的计算方式 可以得到英文成绩的标准化数据为2分 数学的标准化数据为1分 所以比较大小后可以知道英文的成绩是相对好的 范例二 某班有41名学生 已知某次考试成绩 全班的平均分数为64分 最高分为97分 最低分为24分 预将全班学生成绩做线性调整 调整后的分数为A加上B乘上原始分数 其中B是大于0的 使得最高分数为100分 最低分数为50分 请选出正确的选项 我们先假设原始成绩为X分 调整后的成绩为Fx等于A加Bx分 其中B是大于0的 那这个线性函数的斜率为正 所以我们知道它是递增的关系 所以当原始分数为最低分的时候 带入函数可得 调分后的成绩依然是最低分 那原始成绩是最高分的 带入函数后可得 调分后的成绩是最高分 从这边我们可以解电力 结束A跟B的值 所以可以得到调整的函数 那接着我们来讨论调分后的成绩 以及原始成绩的大小关系 按照题目的意思 我们应该会希望调分后的成绩 是大于原始成绩的 那接着我们将调分后的成绩 以刚刚解得的函数带入后 解一元是不等式 最终可以解得 X要小于106.5 也就是说 在原始分数小于106.5分的时候 调整后的分数 必然会大于原始成绩 那接着来讨论以下选项 这题的解题关键会使用到 线性调整的时候 调分后的平均 会受到伸缩跟平移的影响 而标准差只会受到伸缩的影响 接着我们来看A选项 我们可以将原始成绩 平均64分 带入函数后 可以得到调分后的平均 为F64 那按照刚刚所讲的 当分数介于 0分到100分之间的时候 那调分后的分数 会是比较高的 所以可以知道 调整后的平均 是大于原始平均的 B跟C选项 都是在问中位数 所以我们假设中位数为 原始成绩是M 那调分后是M' 那从题目意思可以知道 M'可以等于是Fm 那同样的 因为原始成绩的中位数 会介于最低分到最高分之间 所以带入函数之后 所得到的新的中位数 一样会大于原始的中位数 所以可以推得 B选项是错误的 而C选项是正确的 接着注意两个选项 都是问标准差 那我们可以利用 调整后的标准差 会等于原始标准差 乘上B倍 也就是73分之50 所以可以推得 调整后的标准差 是比较小的 所以知道 猪选项是错的 那一选项也是错的 范例三 综合数种粮食的粮食字几率 定义为B分之A 其中A为 每一种粮食之国内生产量 乘上该粮食 每单位产生的 热量之后的总和 B为每一种粮食的 国内消费量 乘上该粮食 每单位产生热量之后的总和 以至甲乙饼三种粮食的 相关数据如下表 请问 综合甲乙饼这三种粮食的 粮食字几率 最接近下列哪个选项 在表格中 同学要先注意到 三个栏位的重量 单位是不一样的 分别是千公吨 比起每百公克 所以在计算这个题目的时候 同学要先做 重量的单位换算 其中每一千公吨 可以换算为是 10的7次方百公克 那接着我们来计算 A跟B的值 其中A的值的部分 我们可以将甲乙饼三种粮食的 国内生产量 乘上每单位产生的热量 加总后 乘上10的7次方 所以可以得到 A的值是388 乘上10的10次方 那接着计算B的值 那B的值是将甲乙饼 三种国内消费量 乘上每单位的 产生热量后的总和 那一样乘上10的7次方 所以可以推得 B的值为992 乘上10的10次方 接着按照题目定义的 量食字几率为B分之A 那将刚刚的数字带入后 可以推得 最后的答案会近视于39% 以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